正值武漢肺炎疫情期间 台大生医奋愿的各项筹备工作 依然持续进行当中 最新阶牌的加护病房 获得卫生局许可设置了五床的病床 目标初期设置十床 这对目前受制在台大生医的民众来说 有实质的帮助 也大大提升地区的医疗水准 加护病房其实就是整个医院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无论是从一般的门诊到急诊 还有住院中的病人 只要有这个 我们说只要 一般我们说的生命真相不稳定 比如说有这个呼吸或者是血压的部分 如果说不稳定 加护病房的确是这个整个照护的后线 它可以提供这些病人一个最好的资源 而且可以集中我们就是所有 全院的照护能量 尽力地把这些病人能够拯救 拯救起来 加护病房的接排队 收治在一般病房的病患尤其重要 近期一位陈爷爷长期抽烟 有非结合肺阻塞高血压 以及慢性肾病变等病逝 在住院过程当中 也发现器官有不正常的现象 立即转入加护病房 手术过后 生命真相逐渐稳定 一到住院之后 其实就发现 爷爷的呼吸状况 其实不太稳定 整个呼吸的状况 不是很正常 西洋浓入其实也不是很稳定 那对比他之前 在更早年之前的X光 其实他的心脏的大小 其实增加的太快 这个大小增加太快 所以这跟平常一般的疾病的病程 不寻常 所以我们当下就赶快安排了一个心脏的超音波 结果发现是心胞膜积水 合并我们说就是心胞填塞 这种导致这个心脏衰竭打不出 打不出这个血液 导致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病人在当下就是 直接赶快安排到加护病房 我们请心脏科的医师 执行这个我们说的心胞膜的穿刺 把这个心胞膜的积水 引流出来之后 其实病人的临床状况 呼吸喘的部分 心衰竭的部分 就立刻大幅的改善 李建峰主任表示 生医分院加护病房 安排有专责主治医师跟临床团队 24小时收治门诊 急诊跟住院中有呼吸衰竭 休克等临床症状不稳定的病患 同时扩充加护病房 对心血管疾病等重大内科病症的照护量能 生医分院也正快速实现 对新竹相亲提供 优质急重症医疗照护的承诺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